这件事情是对我人生整个最刺激的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们我新我修那节比完以后 我是不是还算蛮红的 还可以 第二节开始了 我们的老板跟说 你们要给下面的新选出来这帮人 打个样子 告诉他们 你们上一节选出来有多棒 你可以上台表演一首歌 假唱 我说为什么要假唱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 是电视台的设备 比如说运到乌正去 它是不能满足你真唱的 对 我一出场 那个是个大梯形要走向他们的 他们每人手上有个绿色的荧光棒 看看他怎么样 看他实力怎么样 我在台上唱 爱的那么认真 一开口 他们一开始 爱的那 也神人一听是假唱 所有人就不灰了 为什么呢 就觉得很尴尬 你为什么出来假唱 我就往前走了 可还是听见了你 想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 没有人跟我打招呼 你知道尴尬到什么程度吗 其中有一个人 但是我不记得是谁了 他就说 把那荧光棒我身上一丢 真的假的 当一个人开始丢的时候 全场的荧光棒像 英雄电影看过吗 剑女的那种 就出来了 好可怕 我当时一乐 我学下的那么山 山 我不夸张地说 在那帮丢荧光棒里面 绝对少不了 齐薇 王笑昆 我觉得他们全都丢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丢的是对的 因为我真的是假唱 齐薇当时把鞋都丢下来了 但从此以后 我不管录任何节目 我推掉了很多 关于任何一个电视台 叫我假唱的工作 好 但是其实带业还是要努力了 是要努力 就是我发现大家都 多多少少都会有带业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 艺人不想带业 是因为就是一定要靠自己 对 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工作的情况之下 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的工作 硬着头皮也上 我曾经拍过一个电影 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都能看出那个电影就是个烂片 叫什么名字 不能说 我接不接我必须接 因为我要生存 然后拿到剧本以后 剧本一打开 第一句话我就懵了 它是个喜剧电影 它第一句话写的是 本篇共863个笑点 然后他就告诉你哪些是笑点 翻开比如说 主角出门 头上砸了一个鸟屎在头上 括号笑点1 就告诉你 这已经是笑点了 我说 这好可怕 这个电影可能有点不对 让我继续往下看 这个时候我看到 女一号有一场戏 他当时他演一个警察 他到一个地方以后 喊那个反一号的名字 比如说他就喊 刘伟 我什么什么你大爷 旁边马上开门 出来个大爷 你好 我就是他的大爷 括号笑点23 我大爷对不起 大爷对不起 我不是叫你 刘伟 我什么什么你大妈 开门 你好 我就是他大妈 蛮好笑的 好笑吗 好笑啊 括号笑点24 后来还有场戏 要演一个石头砸在我的头上 我就晕倒了 正常来说就一砸 就这样晕过去 咔 杨迪你不要这样演 你要这样演 打 我晕了 括号笑点186 从186能演到187 就是 这是一个笑点186 真的187 你这样不对了 笑点接得太紧了 我想看 你们想看吗 你真的给这个戏打好大的广告 对啊 我跟你说很有可能 这个某些导演就按照你说的那几百个笑点 你就猜拍一遍 我跟你说 好笑 但真的是 我说实话 刚才我一直都没有说话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代不代业取决的是自己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手机 出销市场门口看到过表演 那种小台子 看到过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很认识地准备 我想说我上台一定要好好唱 就打比方 我准备了一首非常当红的歌曲 爱的那么认真 爱的那么认真 哇 结果我上台了之后 因为对面的演出 我发现人满为患 我唱得再好都没有人在我面前 两个场子在同时进行 对 就对面唱那个 我唱这个 我唱爱的那么认真 然后没有人理我 一个改变形式 对 爱的那么认真 爱的那么认真 不是 哈哈哈哈 确实首先 音乐确实我没有太动词动词 其次还有一点 我突然发现他们旁边有个塑料袋 他们是唱歌的什么 怎么也飞不出啊 哇 花花的是血 这几个好办法 大夫有个新年车 后来我就发现了 出去商演 不带钥匙扣 没有奖品 根本没人看 哇 后来我下次一出场的时候 我当时拿着麦克风 大家好 你们开心吗 开心 你看 你看看 开心快点发 快点发 别说话了 对就是 赶紧发 不想不要互动发 哈哈哈哈 就在那段 我事业特别碰壁的时候 我多了很多粉丝的就是叔叔阿姨 他们是钥匙扣的粉丝 不是这种粉丝 对 反正不管怎么样 通过那段时间的锻炼 就没有我留为热不起来的场子 我特别理解他做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不管它是什么 但我有一个认识的状态 对 要活下去 对 就跟我那段时间是一样的 哪段时间 我真正的待业 这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我人生 从学校刚走出来那会儿起 毕业继待业 对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活 他们刚好到一个五星级酒店 结果就到了一个套房 房经理啊 好危险啊 特别空旷 结果就看到两个人 你们知不知道 二人转这门艺术 他是最怕人少 对 得气氛 对 对有氛围 当时我好尴尬 我是不是先演个 他说随便 就怕说随便啊 随便很吓人 他这随便很难弄啊 就我先唱个小号吧 正约礼 但是 一 没有伴奏 没有伴奏 什么都没有 这么狠 尴尬的就是我的鞋的声音 跟地毯摩擦的声音 我自己都听得清清楚楚 天哪 因为我带个女搭档去嘛 还要说笑话 二人转最打手的 两个人要在舞台上说口嘛 这叫我们叫对口 对口 你说的这个对口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观众多的话 我们说完对口以后 这个这个包袱 如果想了的话 会有个延续 到他们那没有延续 而且那一男一女 是这么做着的 然后你得要高兴了 人家会这样拍男的肚皮 如果要是没有没有没有表情了 他俩就会来个对视 这样 哎呀 烦死了 我的妈呀 马上就准备下一个的时候 好尴尬 就是尴尬的要死 天哪 就是我人生当中 我演过最难受的一场演出 你演多久啊 这种尴尬的状态 40多分钟 天哪 40多分钟 好敬业哦 真的太吓人了 往事都不堪回首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段经历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动力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我所有曾经经历过那些苦难的日子 对我宝哥来讲都是一个收获 所以值得我骄傲的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人代业在家 之所以焦虑 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代业在家 我们一代业 真的就是化妆师也代业 助理也代业 经纪人也代业 我们其实养活这个小团队的 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 可能跟我们也一样 你可能就要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了 我感觉啊 人生起起伏伏 而我们在伏的时候的状态 决定了我们在起的时候的姿态 谢谢好棒啊 不错不错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 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 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我们还在努力 我们愿意为了生活放下身段 我们愿意去像维维一样 去像杨迪一样 努力前行 我们不断地奋斗 让代业变成后继佛发 我相信好好加油 我们永远不会代业 是的 对 好了各位 我们火星青猫剧第五季的第四次回应已经结束了 各位 宝哥 你觉得这三个人当中 你当中的囧饼